好,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进入到一个 要来教一个新的领域的 这个新的领域就叫做 移动与对习在这个地方 那老样子我们再讲一遍 我教你的概念 思考跟操作方式 不是只有JIMP这个软体有 其他的软体大同小异 就像我们写写程式 当年我们要学的是Basic 回宣啊,一到十啊 怎么计算啊,那个是基本功 再复杂的软体也是 这样写的,一样 你可以在很多,现在因为这个软体太多了 那JIMP是open source 而且是非常专业的 我觉得他每一个 选项,每一个功能的 操作的那个步骤 跟操作的逻辑概念 基本上我可以说 看为standard标准 你在别的软体,学别的软体 学的时候两三下就会了 因为那个观念转一下而已,操作方式 只转一下而已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我们开始来讲这个部分 一样老样子啊,以下那个选取 全部选他才跑掉,对不对 只是把观念讲一下而已 好,这个地方再来 档案 新增档案啊,老样子确定 你们要看到,第二个档案出来了 第二个档案出来了啊 这旧的档案在这个地方 这新的档案出来了啊 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这里啊 移动 移动 移动的问题啊,就会是这样子 来,我们先来讲一下啊 什么叫移动啊 来,我们先,我们先新增一个什么 透明的色板 你们看到,这边透明的色板啊 然后呢,这个地方是铅笔 我们在那个这里啊 刚才选这一个啊 这一个啊 颜色是,这个就是没有 没有旁边模糊的这种 那个笔啊 好,颜色就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在这个地方画叉叉 可不可以 画叉叉 好,注意哦,各位 我把它收小一下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黄黄的 表示什么 这是一个涂层 涂层这么大 我在这么大的涂层里面 这边画一个什么叉叉 就这样而已 涂层的概念一定要出来啊 好,那我们再加一个透明涂层 再加个透明涂层确定啊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 点他哦 在这个地方画圈圈 注意哦 其实是 其实是 这边又是一个涂层这么大 这个这么大的涂层呢 我画圈圈啊 然后这个地方 这么大的涂层 我画一个叉 没看到 就会是这样子 所以你把所有涂层打开 好像并在一起 其实不是哦 只有三个涂层组成 就是这一种涂层的概念 它被称之为专业版 懂吗 好 那麻烦的是这样子哦 也不能说麻烦 你要这个概念之上去思考嘛 哦 我们现在按这个叫什么 选取 选取啊 选取 这两个你就懂了啊 我们先看看我们之前教你的啊 选取图层 这个地方是图层 先按选取图层 我们先看看这一个移动使用中的图层 什么叫移动使用中的图层 我现在点它 所以我才能够移动它 对不对 我在移动图层啊 我点它 我才能够移动它 哦 我根本没有办法 我根本 我根本没有办法移动这一个 哦 我没有办法移动这一个 我要点到它 我才能移动到它 对不对 点哪一个图层 就移动哪一个图层 看到没有 黄色的这个就是图层 我点到哪个图层 才能够移动哪个图层 这就是所谓的 移动使用中的图层 这很重要啊 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 这个是什么 选择图层或参考线 什么意思 什么叫选择这个东西 我只要 我是以整个看下来的 我不一定是特定的图层 而是比方这一个 这里是个颜色 我只要抓到它就可以了 它可以跨过 我现在是选的这个图层 但我跨过它 为什么 因为我选到的是这一个东西 我选到它就可以了 我选到它就可以了 至于选到哪个图层 未必 而是你这个图案在哪边 我点了就可以 如果你是初学使用者 你大概会用这一个 这样比较快啊 按哪边选哪边 按哪边选哪边 但久了你就会知道 你常常会选错图层 所以我习惯用这样子 使用中 虽然麻烦一点 我很精准的知道 这个图层是我的选择 这个图层是我的选择 你看选不出来了吧 选不出来了吧 因为是使用中的图层 要点它 我才能够移动它 至少逻辑上这个软体 给你这两个参考 让你理解这是什么意思 让你理解图层 跟选择的关系 就是这样子 这里有图层选择 这边是选择选取 选取范围 这边是选择路径 再说 这个之前我们有一些部分教到 你现在知道 我怎么移动图层 这样懂了吗 我怎么移动图层 这两个选择 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好 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那再过来 再过来 再过来是这样子 我现在把这个图层 稍微移开一点 这个图层呢 我也把它移开一点 然后就会是这样子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对齐 什么叫做对齐 什么样叫做对齐 对齐指的是 对齐指的是图层的对齐 图层的对齐 什么意思呢 各位来 我先到这边 画一个 画一个 这一个 画一个 那个选取区 各位来看 我现在按这个地方 按到对齐 我们对齐于 对齐于 选取范围 这叫选取范围 我们对齐它 各位看着 好 我现在 这里对齐 好 我按一下 各位看到白白的 这个图层被我选出来了 我对齐于选取范围的下面 好不好 你看这里 对齐上的下面 下面对齐 选取范围 我还可以这边 对齐于选取范围的这边 对齐 我的上半部 对齐于选取范围的上半部 我的下半部 对齐于选取范围的下半部 没关系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 你看它对齐是以什么会对齐 以图层来对齐 不是以这个盖 不是以这一个叉叉来对齐 你要这个概念 不然你怎么会觉得 我就要叉叉对齐 我要叉叉对齐 为什么叉叉对不起 就会这样子 再比方说 好你随便按一下 这个选择不见了 对 这个选择不见了 然后我们现在选这一个 这个图层 这个图层选出来了 这个图层选出来了 我把它颜色 我把它拉过去 看得比较清楚 点它黄色就会出来 我这个图层选出来了 好 我这个图层 对齐于选取范围的上半部 有没有 这个是图层对齐 不是这个圆圈对齐 那现在问题来了 我如果这个叉叉跟圈圈 要对齐于上面怎么办 注意哦 对齐是图层 所以这时候你要有能力去处理图层 懂吗 好 按这边 这个是图层对不对 这我们教过了 所以为什么在GIMP Photoshop专业级软体 图层的概念那么重要 我一讲再讲 你要有能力去操作它 这是图层对不对 按右键 你们看它图层 这里有一个什么 剪裁出选取范围 对不对 剪裁出选取范围 不是啦 这里 剪裁为内容 我们讲过了 我先把这个地方都关掉 所谓剪裁为内容 我再把这个东西拿掉好不好 这样你比较不会干扰 选取全部选 这个图层 按右键 图层 剪裁为内容 就是那个没有透明的地方把它剪出来而已 有没有出来了 没有透明的地方被卷出来 很好对 是这样子 好 然后把这一个 再另外这个图层 再另外这个图层 哇 这个图层也是这么大 对不对 选取啊 这个图层也是这么大 有没有 这个图层这么大 按右键 图层 剪裁为内容 都出来了 现在各位看到没有 我这个图层 变这么小 图层变这么小 图层已经跟这个物件差不多了 这时候我们来排列 就会很漂亮 所以第一个动作 你要知道 它对起的是图层 不是物件 不是你画的物件 所以你要把图层 裁得跟物件一样大 这个没办法 影像处理软体 就是这样思考跟操作的 然后呢 我再随便画一个 好 我们 这边好不好 假设这样子 好 现在画在这边了 对不对 按Enter 好 完成态 现在开始了 这边 对起 好 选起来 有没有 对起 对起选取范围 选起来 有没有 出来了 再按 你看 这边有跟你讲 你按这边 下面有讲 Shift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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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它选起来 我这两个选起来了 然后呢 我这两个选起来了 然后呢 从选取范围 对起于上半部 看到没有 诶 我的这个框框 我的 我的图层 跟我的图层 有没有 对起于上半部 有 通通对其他的 对不对 是不是对起上半部 这样就对得很齐了 这样就对得很齐了 对不对 基本上就会对得很齐了 然后你看移动 等一下 你还可以稍微移动一下 然后这个地方 移动一下 假设这样 移得蛮近的 假设你这两个蛮近的 你希望把它对得很好 我再把选取拿掉 好不好 好选取了 因为我们可以有更好的东西了 比方说 我这里移到这里 好 这里跟他移到这里 我要做一个图像 但是我希望他对起 开始了 对起 先选他 这个是选取范围 对不对 先不要了 我们第一个选项 你可以这边可以改 这边可以改 你要怎么对 第一个选项 所以按这个 第一个选项 出来了 Shift键 第二个选项 对起 是以第一个选项为标准 所以我们对起 他的下方 有没有 他的下方 对起于他的下方 看到没有 你如果按这个地方 他的上方 对起于他的上方 好 随便点一下 OK 功能就不见了 有没有对等起 对等起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叫做图文整合的东西 我们讲过的对起 常创造区块 区块是我们阅读的动线 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不会把它当作两个物件 你会把它当作一个什么 整体来看 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它会是个整体 这边瞄完 再瞄字 再瞄图 一个整体 一个整体什么意思呢 这两个意义会相加 在哲学的概念叫综合 我把两个意义综合完之后 再去看别的东西 所以对起很重要 对起我们讲过了 上一堂课讲 之前Squibber讲过 怎么样对起 第一个 相同性 颜色有没有相同 有 第二个要对起 我对起于上半部 所以你在阅读的时候 这会变成一个单一的区块 来被阅读 这是我强调 我们在做图文整合里面 怎么样创造区块性阅读 非常重要的方法 那我们这个东西 就是用对起这个概念 那我们讲过了 对起你一定要知道 对起是指对起图层 而不是对起物件 所以你要把物件 转换为图层 对不对 就会是这样子 那没关系 不然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 很有趣的概念 就会是这样子 好 一样抓三个图层进来 好不好 第一个图层 保持 再过来 第二个图层 保持 OK 第三个图层 保持 好 就是这样子 这个跟他抓到下面来 我们来练习了 这个都重要 就会是这样子 假设我们现在 要用刚才那样子的东西的概念 对不对 好 我们首先呢 画一个什么 画一个圆形 好不好 当你开始画的时候呢 按 shift键 它会什么 变正方形 假设这样子 正方形 好 按enter 选取tai 如果你这个正方形的选取的大小要一直使用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使用同样大小的圆形 我们讲过了 选取完你如果要这个选取的参数 你要保留 编辑 选取 选取 转为路径 它被存起来了 等一下你会看就对 它被存起来了 好 然后呢 各位 这个是图层 对不对 我们讲过 这个是图层这么大 我们要把选出来的地方变成图层 大小 因为等一下选取是以图层来计算的 所以按右键 图层 什么 减裁出选取范围 看到没有 这个是选取范围 对不对 减裁出来 耶耶 我们减裁出来 可是任何减裁一定都是举行 或者说这个功能就是这样 怎么办 我要圆形啊 很简单 我们讲过了 这里哦 这里是选取 我们看一下选取这个 黄 这个是被选取的 对不对 这个基本功你要学会哦 选取 反转 现在是什么 白色的地方被我选出来 也就是旁边这个框框 有没有 这个旁边的框框被我选出来了 按Delete 消掉了 有没有 哇 怎么白色 对 这我们讲过了 有前景色跟背景色 通常照片一定都有背景色 所以呢 记得把它加入什么 透明色版 透明色版加进去的时候 就等于把背景色删掉了 再删一次 就透明了 有没有 就会这样子 好 这一张图搞定了 那再来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 会是这样子 好 我们现在这个关掉 等一下 我 要不要再踩 来 好 那么先来选这一个 把这个关掉之外 就选这一个 怎么办 刚才那个 有没有 刚才我们是有存起来的 路径 因为我们要同样的大小嘛 路径 刚才这个存起来 对不对 按右键 然后呢 路径转换为选取范围 哎 选出来了 好 然后现在呢 移动 移动为 图层 移动为 选取范围 选取范围 移动 有没有 哎 这一次比较准了 刚才不知道是bug还是怎样 好 这一次我们要选取这一个 有没有 哦 要选取这一个啊 老样子啊 老样子啊 老样子 按右键 回到图层啊 按右键 按右键啊 图层 剪裁出选取范围 哎 剪裁出选取范围 但是正方形啊 没关系 选取 反转 有没有 白色这个地方了 白色这个地方哦 边边被反转了啊 因为这个地方被选出来的 Delete 哇 又是白色 我又忘了啊 加入透明色板再一次 哎 就散掉了 没有 基本上就会是这样子 好 选取 全部选 就把它取消掉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有没有 这个图层出来了啊 哦 两个图层有没有 图层这么小啊 好 先把它弄掉 再用这一个老样子 一步一步在教你 刚才的我们有储存了 对不对 路径 按右键 把它叫出来 路径转换来选取范围 刚才那个大小是固定的啊 好 再按这里 再按什么 移动 这个地方什么 选取范围移动 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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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动到哪边 移动到这里好了 哦 这里就是我想要的 对 这一次我们聪明一点 好不好 先跟他加入透明色板 就这样 我也是经验值啊 好 然后呢 按右键 把图层 转换为什么 那个这里这里 剪裁出 选取范围 哎 剪裁出 哎呀 弄错了 不是剪裁啦 不是剪裁啊 是 对啊 对啊 没错了 嚇 嚇我了 剪裁出 选取范围 OK 再什么 选取 反转 有没有 反转 Delete 好 现在我们就有三个圆 有没有 三个图层哦 选取 全部选 注意有没有 图层都出来了 因为我们对齐 是以图层在对齐 就是因为对齐是以图层在对齐 我才需要有这些比较复杂的动作 但原理是这样 你要把它搞懂啊 我们这两个就把它关掉 所以呢 移动 移动 移动什么 移动图层啊 移动图层 好 这一个移动 第二个 我习惯这样啊 第二个移动 第三个移动 假设我们要做一个 我们要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 就这样 那很简单的 看着哦 我点 我们现在呢 对齐 好 我点他 再按shift点他 再按shift点他 这个这个刚才跑出来 再随便点一下 又不见了 好吧 这个地方啊 对齐 点他 有 出来了哦 shift点他 有 shift点他 三个都有了 怎么对齐 第一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的下面啊 他们的下面 对齐于他的下面 懂吗 有没有 对的很准了 有没有对的很漂亮的 这我们常用的哦 我们常常看到这种啊 阳明山公园 阳明山公园的花 阳明山公园的石头 阳明山公园的建筑 有没有 才能看到这样子的 一种圆形的 但核心是 对齐的 非常漂亮哦 那你在 jimp里面 对齐要怎么被操作 就像我刚才讲的 但首先的概念是 你对齐是指图层对齐啊 所以你要把每一张 每一个 影像的内容 转换为 以这样子大小的什么 以这样子大小的图层 他才能够进行对齐 所以逻辑概念 你要懂 你对于图层的操作要会 你在jimp里面的对齐 才能够操作的出来哦 这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专业的软体 专业的图文图像软体 大概都是这种思考模式 所以我是要这样教你的哦 你要这样思考模式 你才有办法在对齐的方面做得很好 有对齐才能创造区块 有区块图文整合的阅读动线 才能够被创造 这是非常重要的 逻辑概念 好 那我们讲到这边 谢谢各位